黑色箱型車裝上防暴拖斗 停在路旁隨時準備出動 一旁還有隊員整裝戒備 正在執行總統為安勤務 他們是刑事局防暴小組 接候報案疑似出現爆裂物 防暴小組趕到現場 三名隊員互相協助 戴上頭盔和護目鏡 並穿上防暴衣 仔細檢查身上裝備 確認沒有問題 立刻出動拆炸彈 假設歹徒他是把這個東西 已經藏在行李箱了 另外之前傳出的捷運恐嚇炸彈案 也是防暴小組前往支援 除了全體出動以外 更是派出偵暴犬 一旦聞到火藥味 他們就會立刻趴下 要把安检規格拉到最高 不過現在防暴小組拆彈 有了最新利器 機器人手臂夾住地上紙盒 將爆裂物移至防暴掩體 這台拆彈機器人 能適應各種地形 警方只需要使用搖桿 透過螢幕監看 就能輕鬆操控 避免爆炸衝擊危害隊員 生命安全 民眾如果發現可疑爆裂物 又該如何分辨 像是大小龍炮 水鴛鴦以及爆竹 其實都有引線 並貼上合格標章 爆炸範圍小 至於土質炸彈 鬼雷 還有塑膠炸彈 則有引爆裝置 加上火藥量多 如果爆炸 還會有強大震波 震波是看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也不會因為你 那個防暴液的後搏 接準他的那個攻擊力 透過各項專業裝備 站在第一線執行 拆彈任務 臺灣唯一一支防暴 精英小組 不怕危險 只要有可疑暴力的物 就會隨時準備出動 今宿亞人動物 這句才會到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